2017年11月2日,越南新娘终于迈进了李家大门 她在屋里转了一圈,对环境挺满意,脸上带着笑 五天后,他们去保定领取结婚证 现场有越南语翻译,林燕妹表示同意嫁给李旭东 之后,亲戚和街坊四邻都聚来参加李旭东和林燕妹的婚礼 整个过程,林燕妹看起来很高兴,还配合亲戚们玩游戏 此后,林燕妹说家里有事,又要了几四千 李旭东每次都给一两千不等,总数有五六千 她还给林燕妹办了手机卡,她平时在家,总拿手机看越南节目 还给家里打国际长途电话,一个月花费快一千块 她就跟媳妇说,以后少打电话,多用微信 最初林燕妹去村里小超市买零食时,婆婆会跟着 后来放心了,不再跟着 2月28日,林燕妹没吃早饭,说出去买点吃的 身上只带着手机和金项链,戒指和手镯三斤 十来分钟后,婆婆让儿子去看看 儿媳怎么还不回来,但儿子去找就找不到了 林燕妹电话关机,微信也把李旭东拉黑 家人掉了村口的监控视频 发现林燕妹上了一辆黑色轿车 警方一查,套牌,并且达不到立案标准 林燕妹留下了护照,但带走了身份证 这样她可以补办护照 半个月后,李旭东家人找到邻村一个越南媳妇帮忙 给越南老家打电话,林燕妹妈妈说,女儿没有回来 李旭东给越南驻华大使馆打电话询问 使馆工作人员告知,林的护照正在补办中 李旭东赶到北京,拿着结婚证寻求帮助 但使馆表示拒绝,李旭东到营业厅调出媳妇离开前的通讯记录 发现出逃的前三天,除了多次跟越南老家通话 还拨打过一个安徽五湖的手机号 接电话的是一个安徽男子,也娶了越南媳妇 他问了媳妇,媳妇表示不知道林燕妹的事 他记得在2月25日接到过一个说越南语的电话 但踢不懂就挂了 安徽男子表示,2017年他去越南相亲时 碰到过一个河北定州的小伙 他猜测可能那时候两个越南媳妇互留了电话 李旭东的梅人是定州北少村的王素兴 远近闻迷的是外婚姻介绍人 这些年他成功介绍了八九十个外国新娘嫁到定州 此前大多是老窝新娘,从2017年开始才介绍越南新娘 他透露主要是老窝政策发生了变化 对社外婚姻管理更严格 介绍了七八个越南新娘 李旭东的媳妇是第一个跑的 他说,根据以往经验,等一段时间就会有消息 不管他是跑回了越南还是又嫁到了其他地方 我们各地都有没人互相通信 就能知道他的下落 10年长